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晚上好,大家 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 等一下我把我这个音响放一下哥 今天到你们亲爱的豆子直播 我这个音响 在我剧中花一幅花花 也会成功了大厦 大厦的主人在大厦堂 童的大了又大 完美不瓜 这天花呢一对在中马 过了一阵子又今夜喜雨 习惯变成了感动领域 情绪是难对每个一生 感谢 江豆的小尾巴 感谢我的小尾巴 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关系深疏了 感谢灭灭灭 值得粉丝登牌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又变肿了 可爱的F3小迷妹 感谢送你的甜甜圈 我本来想弄个发型再播的 但是看时间不早了 而且而且家里的吹风机被我吹坏了 我头发没怎么干 就只能戴个帽子来跟大家播了 更帅了吗 每天起床都会都会在镜子上面照我一直照自己 然后打扮自己 现在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去收拾自己了 不知道自己的 但是我自己的好拍视频 他们都说我变肿了 肿起来了 我的头发都快褪色了 它下面都是黑色都没有了 主要可能这个滤镜把它颜色又变回 日子难过 最近我們的視頻拍攝可能你們都看不見館長 因為最近他的腳老毛病又翻了 我們的其他隊員成員現在還在下樓下面排練 嗯怎麼不翻了 HELLO XX好久不見 江豆哥好你好你好花樣蓮花你好你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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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見好久不見我確實好久不見 尬聊 尬聊 現在這個時間點對我來說的話還算是早上 這個濾鏡比較強大不知道你們看不出我的眼袋不 嗯 嗯 我我幾乎 就熬了很久很久很久 哎好像我一直是這樣子 因為 因為我在我們團隊裡面學動作超快 我 我一下就搞定了然後就上來開直播 我 他們還在上面排練 他們都是笨蛋 我一下就學完了 我一下就學完了 發育線嘛 發育線就 是到這裡來啦 你看嘛 你們自己看嘛 變突然也證明我變強了 等我哪天頭髮掉光 我可能就是最高 我可能就是最高 我就是世界最高 我就是世界最高 我前天跟那個 我不是跟阿新住在一個房間嗎 我倆一直在熬夜 然後 然後 我說天好像快亮了 我點個外賣吧 然後 我們就點了個早餐吃完 然後就睡覺了 我真的已經完全日夜顛倒混亂不堪了 每天吧 就 就跟大家排練的時候 還 都還感覺 就 挺好的 就 其他時候就 就 要死不活的 你們不熬夜的嗎 我一直很好奇這個問題 跟我同齡的各位夥伴 你們都不熬夜的嗎 有沒有20出頭的小夥子 你們跟我說一下 你們平常都是幾點睡著覺 心靈機 當然我不講了 我自己 我自己都做不到 我每天 每天給別人講的時候 就給大家看到的就是 正能量滿滿的 但是 我自己 我覺得 都做不到 我不講了 我 我以前 上學的時候 就 天天睡覺 現在就 還回去了 對吧 現在 我以前 上學的時候 就 就天天睡覺嘛 然後 現在就沒有 沒有瞌睡 我真的 我一晚上不睡覺 然後早上起來吃個早餐 我感覺 好清醒啊 就是 你懂那種 就是 大清早起來 一陣春風吹過來 然後 神清氣爽 就是那種感覺 就是那種感覺 你知道吧 就是 熬完一個通宵之後 反而神清氣爽 你知道 那前幾年我還跟我一個朋友 就是 阿泰 我們晚上出去 開了一個 電競酒店 在裡面 打遊戲 因為網吧 進不了嘛 然後 我跟泰哥說 走我們去 外面玩一下嘛 就感覺生活太壓抑了 然後 又不知道去哪裡玩 他就說 要不我們去 去那個 電競酒店裡面 去玩一下 然後 你知道最搞笑什麼嗎 我們打了一晚上 打了一晚上 那 早上起來 不 早上下來 吃個早飯 然後睡覺 睡到 睡到 睡醒起來之後 他 他又帶我們去 去吃飯 吃完飯 然後他 一言不發 在默默的看手機 我以為可能就 唉 放重一晚上 打壓到遊戲 就 就調整過來了嘛 就回歸 回歸正常生活 結果他 我就看他一言不發 我估計他就是想回家了嘛 想自己回去做 寫歌 做歌啊什麼的 我本來正想 正想就是走的 正想說 我打個車就 各回各家 各找各媽了吧 然後 然後 然後他突然來一句 走 我們再去 我們再去換一家吧 這挺搞笑的 自律 自律怎麼說呢 我其實很自律的 我其實很自律 就是看什麼事 就是看什麼事情 就是 作息時間的話 怎麼說呢 像我 經常都是 那個啥 日夜顛倒 但是如果白天有事的話 哪怕我一晚上沒睡覺 白天有事的話 我又可以 就很精神飽滿的 從床上彈起來 然後又開始做事 這個作息時間 我覺得好像 不算是自律以外的事情 真的 你說你每天都那個 十點點睡覺 每天都那樣子 那也挺自律的 我覺得 我現在 就是 練球 沒有以前自律 我以前 就 兩年前 一年前吧 就是 練球這個事情 就特別自律 他就是 在你的腦子裡面 繃著 一把槍 那種感覺 就 你今天必須得 練 你什麼時候必須得練 但現在不一樣 現在就沒有那種 感覺 可能就是 這是屬於 是因為什麼原因呢 就是 目標 目標 換散 因為真的 大起大落 發生那麼多事情 就是這種感覺 目標換散之後呢 你就會 你會失去行動力 你就會 不會那麼自律 困意來了 難不住 那說明還年輕嗎 年輕 像我們這種 像我這種 就 算 算 算什麼 就不 已經 已經是青年了 我覺得 我覺得我已經算一個青年了 換首歌 換首歌 好 好 謝謝 一王 送出的 我想和你唱 但是呢 有的时候吧 虽然我经常有这种想法 就是觉得青春已逝 就经常 我最近经常有这种想法 不是说我的年龄 其实我年龄也不大 就大学刚刚毕业 这个年龄 我有的时候会自我安慰嘛 就是觉得 我总是会觉得自己 就青春已逝 但是呢 我又会自己安慰自己 觉得年龄也挺小的 也不算特别大 就大学刚刚毕业 这个年龄 但实际上我导致 就有这种想法的 不是因为年龄 或者什么其他缘 是因为 就有点 在挣扎的那种感觉 就是 以前吧 觉得一切都 充满失望 只要我努力 努力 努力 神仙编舞 神仙编舞 西兰华 你还要送我 神仙编舞 感谢 框框送的正能量 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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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但是 但是呢 其实 生活其实也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 挣扎 挣扎 我 我差不多 已经习惯了 习惯了 但是呢 就不像以前 就像一个 被 就脑子是 直的那种人 就 只想着一件事 就要把球练好 天天都在练 天天都在练 一天几个小时 没有其他的事情 吃饭都不想 都不想去选吃什么 玩也从来没有想过 就 每天吃什么东西 我都不会去想 就填饱肚子 活着就可以 然后就练球 就 就这种想法 现在就不会是那样子 现在不会是那样子 感谢 柠檬关注了 我们的团队号 谢谢 感谢 慧宰 慧宰送的 我想和你唱 谢谢 然后我自己的抖音号吧 我也在跟 但是呢 好像 就因为疫情的时候 比较严重的时候 我一直没有更新嘛 就停了好长一段时间 那段时间 你知道我在干嘛吧 我在那个 我的一个发小家里面 她和她的女朋友 在家 然后 然后她们叫我过去 就给我做好吃的嘛 然后在她们家待了一个月 哇 那一个月真的太太那 太幸福了 我觉得 我从来没有 就是每天吃过那么好 她每天 每天就 你知道我那个朋友 她有 什么叫 持家的男人 我真的 我以前一直觉得她 不是这样子一个 那么 就觉得她以前 就满爱玩的 就是 总是喜欢出去打篮球 也从来不会做家务 但是我现在就 有个一年没见吧 然后我去到她们家 她每天早上起 她在我的 我在她们家的客厅睡觉 她给我的 帮我把那个客厅的沙发 就是一个沙发嘛 铺得好好的 铺成一个床 然后 然后 她每天早上 七点钟起来 拖地 而且还有一股 那个 消毒水的味道 就她拖 拖把上面还 还喷了药的 喷了消毒水 对的 然后把家里面 挨在这拖一遍 七点钟 早上七点钟 然后再给我 做早餐 反正我还在睡觉 她就把我摇起来 坐起来 然后就过去吃饭 吃完之后 然后她 她就把碗洗了 也不让我做 我说我本来就不好意思 在别人家里面 我就说 就我来洗 她不让我洗 她说我洗不干净 她要自己洗 洗完之后 然后中午又开始做 每天都是炖鸡呀 鱼呀什么 反正全是好吃的 全是好吃的 每天都是这样子的 然后她每天要 拖地要拖三遍 就是超级实家 我在他们家待了 好长一段时间 本来我是在我的徒弟 他们家 就跟他在家的 但是我来到我那个发小 他家 我觉得天壤之别 我在我徒弟那里 每天真的就是 就过得挺那个啥的 每天点外卖 然后自己下两碗面吃 然后带我朋友来 每天都大鱼大肉 每天都大鱼大肉 反正就待了一个月 就真的是纯 那一个月就 每天就是吃好吃的 每天就是吃好吃的 喝酒了 然后跟他 就没有更新 然后我现在去 回到我的正题 我想说什么 就是我 我现在跟我自己 我好像被那个抖音 已经关进小黑屋了 就发什么都 都都都没有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流量 哎 反正就是 感觉现在就是 越发平淡 越发平淡 再换手看 越发平淡 再等一个突破 我知道他要来了 但是我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 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他迟早会来 我迟早会跳出现在这种样子 因为 因为 因为那个嗓 哎呀 我想听一首 中导没学的歌 我太喜欢这个 太喜欢老太婆了 这种感觉 其实 就 我觉得 就 我觉得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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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吧 我们就像个 团队 就 就 也需要 突破才是真的 真的 就 都在 等一个 一个 机会也好 一个 什么东西也好 哎 你们觉得 我想就是 听一下你们的意见 就 你们觉得 我们的 我们这个团队 差什么东西 我想 听一下 就 你们的意见 就 经常刷我们视频的 朋友也好 然后经常 经常关注我们团队的 动态的朋友也好 我想问一下你们 就是你们觉得 我们这个团队 差什么地方 就 差在你的地方 也不是 也不是说团队吧 你也可以说一下 每个成员 每个成员 他 他 他就是 在你们看来 他欠 什么地方比较欠缺 这种 就我蛮想听一下的 没人说吗 没人说吗 嗯 没有小姐姐 可是 我的小尾巴 送的小云朵 没有小姐姐 嗯 小姐姐 其实 我们团队 我们的 我们团队 不只是我们屏幕里面 几个人 还有一些幕后的 幕后的工作人员 他们其实有 他们有小姐姐 就是我的那个 才发生的视频 那个扮演那个路人 然后我教他转球的那个小姐姐 就是我们的编导 可以加点故事性编舞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想过了 我们也想过 因为我们现在这种产出内容 真的太累了 我觉得全抖音没有一个 没有任何一个博主 他的产出视频 会有我们这么累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 比我们就 刷到过一个 比我们还累的一个 我告诉你们 我们的工作量有多大 就 就一条视频的工作量有多大 说出来都有点心酸 我觉得真的 你们 就别人就是刷抖音的话 可能就 十多秒一个舞蹈视频 但是其实说出来蛮心酸的 为什么呢 就 首先吧 就 我们要 如果说 就拍摄我们擅长的 东西的话 会很简单 就拍摄我们擅长的 纯正的花式篮球 就纯技巧的 都很简单 因为大家每天练的东西 都是这个东西 就会很简单 但是呢 这种东西拍摄出来 就大家不会领情的 他不会看 不在那个 音乐流量池里面 然后 大众也看不懂 觉得 这东西 就 偏向的人群太少了 偏向的人群太少了 然后 我们要挑 就抖音上面火的 舞蹈视频 首先呢 我们不是专业跳舞的 然后我们要每个成员就 把那个 把那个舞蹈扒下来 把整个舞蹈扒下来 会跳 会跳之后呢 再 加入球进去 就这个过程就 特别痛苦 你知道 这个过程特别痛苦 然后 然后加入球进去 你把舞跳好之后 跳棋跳好 就会他的舞蹈 都需要就排练很长时间 而且 每个成员的基础就不一样 馆长 而且不是每个人都能跳得出那种 那种 就跳跳的程度也不会达到一致 馆长的话 会跳的是 就动作各方面都跳不住毛病 其他成员 没办法达到那种程度 就短时间内 你如果给我一点时间 我可以做得到 但是 明天明天就要让你拍 明天就要更新了 明天就要更新了 你没那么长时间去练 你就只能就在很短的时间内 必须得把它练出来 然后 还要加入球 加入球进去 就 然后再 就把它转变过来 再拍摄 拍摄更难 拍摄 要跟摄影师沟通 场地 灯光 摄影师这些全部要 你知道我们那条 就我们排队号 现在就 才刚发的那条 六千多个站 你知道那视频真的 馆长的脚废了不说 而且 而且我们当时 选的第一个拍摄地点 不在 不在成都 在一个很 很远的地方 打车要200块 打车 打车过去 坐车过去 要200块 然后过去之后 因为那个场地 就没有沟通好 因为之前其实可以 是沟通好的 但是因为最近这个时期比较 比较特殊 然后又没拍成 然后我们又打车 又打回来 打回来 重新找了场地再拍 太痛苦了 真的太痛苦了 就 投入吧 就光说我们的视频 拍摄这一块 投入真的 太大了 也许吧 我觉得 太大了 也许吧 我觉得 我觉得我不会觉得累 因为我觉得 做这一事是有意义的 我不会觉得累 只是说就是 看着馆长 小又不行了 然后 反正就各种事嘛 就 就觉得 就觉得 不知道怎么说这种感觉 就不知道怎么说这种感觉 就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说这种感觉 好 反正呢 我觉得 近期可能都不会有什么 改变吧 就是有什么突破吧 我觉得我们也只能这样子去做 每天大家 85 排练 加球 排练 拍摄 拍摄 近期我们只能这样做 没有 没有其他的 突破的东西 想就能突破的东西 我自己 我自己那个号 我都放弃了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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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是拿 拿视频在 在堆了 就是 因为之前没有跟嘛 就 就一直就 被关小黑屋了 我都 我都没有特别花太多心思去弄 我就每次到我拍摄的时候 我的编导还蛮着急的 就 公司那几个还蛮着急的 那天我在那个春西路拍的时候 他们 他们去把那个 扫地阿姨的那个平板车给 给借过来 然后帮我拍视频 本来其实那天我 其实状态 不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 编导他们都这么卖力的 这么 那么挺我的 我觉得我愿 我愿 我愿好好的去把那 就 鼓起镜就拍 嗯 我是觉得 反正 就做这一次是有意义的吧 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就 有意义的 就 就会做下去 而且 我也不是说这种话的 也没有资格说这种话 我觉得 你想 馆长都 比我大吧 馆长比我大吧 然后 身体 这个样子 他都还要 还要做 所以我都没有 没有资格说这些东西 他 他在做的话 大家肯定都会 一直在 做这件事 而且你在做这些事就是坚持的时候 你会 你会就是 去发现一个自己 就一个自己 就不一样的自己 但是如果我停下来的话 就像我 到我 发小班去待一个月 那个月 就 就真的是过得很舒坦 每天 每天好吃好喝的 晚上打游戏喝酒 白天又吃好了 你会发现这一个月 就 就这个时间没有流动 就这种呢 对呀 你们有 有你们这 可爱的 这种 粉丝在的话 我们就会 一直 就 坚持嘛 我们就会 一直坚持下去 对呀 我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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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的视频发热了 我的 发热了 他们怎么上来了 我现在才10点钟 10点20 笑起来 笑起来 我现在 我现在 现在 现在笑起来 笑起来 我们 反正近期吧 可能在这个疫情 结束之前 我们都会 就保持现在这样子就 发一个舞蹈 然后就更新舞蹈作品 应该都会一直这样子 就是更新舞蹈作品 但是 也有 就是在对接一些 一些 节目 就 电视节目啊 这种 但是都没有 敲定 因为现在这个 事态比较 这个时期比较特殊 很多事情都敲不定 很多事情都敲不定 就 写歌作曲 写歌作曲 我也觉得可以 我也觉得可以 我那个朋友 他就 他就在 他就在那个 家里面写歌 我觉得我可以去找他玩一下 然后还有我 我报了那个 那个 考驾照 我还没有去考 我觉得我最近还要去 还要把那个驾照给考 我 我选的东西肯定好看 我选的东西肯定好看 不好看 我就不会买 臭豆 我是香香的好不 我才死了澡 好不 你知道什么叫做 那个啥 粗水 粗水芙蓉吗 每次我洗完 我都 我会跟他们说一说一句 说一说一句 水鲜花 洗完澡就是水鲜花 嗯 秃头我都不怕的 秃头 秃头我不怕 因为 因为 秃了我就去执发嘛 我去执个发嘛 把那个后面的头发 给他 摘到前面来 我不怕的 秃头好大回事嘛 我不怕的 嗯 嗯 我直不了啊 為什麼直不了 直不了我還可以戴假髮嗎 我還可以戴假髮 直不了我還可以戴假髮 我可以戴假髮吧 紅色他們都要戴假髮 我還要戴假髮 哎呀想放一首好聽的歌啊 對愛,最好看 回到響了 好棒 對了, 我們就一會去的 好棒 能讓我們來莫的 好棒 都會來莫的 多吃 無壁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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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愛你愛你 I'm a little tired of you only talk to me when you have to nothing better to do I told you I told you before I was going to be a friend I hope you do well in your dance I sure hope you do 诶 你们对那种不回消息的人 是不是特别反感 我就是那种人 我就是那种不回消息的人 贴中 贴中 你点不点外卖啊 你吃东西啊 我说你吃不吃东西 你点个棉在哪里点亮 我点个棉来吃 肚子饿了 肚子饿了就要吃饭 肚子饿 肚子饿了 肚子饿了 no tenho 材料 这是 我已经胖了 我胖了 因为我觉得那个月 在我的发小那里 待了太久了 吃饭吃得太好了 每天都是大鱼大肉 太爽了 我来不爹了 对啊 我来吃 好 那我就点一个 我们的啥呢 我想吃 我想吃面条 你们要睡 早点睡觉 不要学我熬夜 拜拜 宽宽宽 感谢你的支持 等一下 你们可不可以容我点个外卖 我点个外卖吃 肚子饿了 等我点完 我就给你们 我就给你们唱个 大家的口鼠 卡给亚 一杯 唉 不知道我每天看見這個 外賣吧 我的 香辣 肥牛米線 好 我就吃這個了 香辣 肥牛米線 唉 為什麼不能送了呢 唉 我覺得我這樣直播是不是太敷衍了 北京角脂肪 我吃個啥嗎 我吃吃吃吃吃 脂燃肉片西紙飯 東北拌菜 我真的太想要了 嘻 真的太菜了 這個 我在這裡 就是 以前 在這裡 我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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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て泣けして 啦啦啦啦 笑って 生きることは楽になるよ また泣いて 痛みか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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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兰州拉面 哎呀我吃个兰州拉面吧 牛肉炒刀销 就是这个了 我点了一个牛肉炒刀销面 我真的有点饿了 肚子饿了 再加个煎蛋 牛肉炒刀销面 再加个煎蛋 再加一个肉夹馍 能吃吧我 再加个肉夹馍 牛肉炒刀销面 再加一个肉夹馍 吃 吃 长成胖豆 长成胖豆 胖就胖了 脏颗 好了 感谢匪仔萱萱 送次的神仙编舞 我想和你唱 但是我好像不怎么熟悉呢 你是改了名字吗 不怎么眼熟啊 将够的小尾巴送到快乐水 谢谢 画室兰兰怎么学啊 你就百度搜索那个 百度搜索freestyle basketball 就可以看到很多视频跟教程 然后你就可以学了 因为我们团队号的话 目前应该不会出教学 你关注我的小 我的号 江豆那个号 可能我 我有空可以 就你私信的话 我一般都会出 私信我会教 因为团队号就是一个舞蹈账号 就是一个纯舞蹈加球的一个账号 就大家在上面如果想学的话 你就关注其他成员的小号 就可以就可以了 I'm order my dinner Now 想学啊 想学啊 我教你啊 想学你就 你就关注 关注我的嘛 关注我的 关注我的账号嘛 然后你私信我 就想学什么动作啊 什么的 我就出任何教学视频一发 这东西学起来的话 比跳舞要难 而且要枯燥很多 你更不要说 像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 我不とか 余 离 Triple 从 度 爆发 不会 你 è 我 不 我们 粮 你 真 我 我 努 现在 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唱完之后,我再把球拿出来表演球 分开的 他的那个脚其实蛮严重的 很多医生就说没办法痊愈 你知道吧 晚安晚安 你这个种地瓜仔 晚安 希望你醒过来之后不要种 我操 我操 我自己的账号 从70多万粉丝掉到60多万还在掉 而且我每天都在更新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掉 更新了之后 更新了之后就 就两三百个站 太困难了 我都不想 直播的话 直播的话 就每天 我们这个团队号是 轮着播 就因为成员有五个嘛 四个成员 然后轮着播 今天到我 然后你们再过三天 三天或者四天之后 就能看见我播了 主要就是维持一个 因为直播的话 也会给流量好像 因为我们账号真的太惨了 就是投入的太多 然后看到人太少 所以就因为直播 因为他们也说过嘛 直播的话 就也会有一定的流量 就是说就 就我们就定的就是 每个成员就 轮着播嘛 明天的话应该是 拽歌 明天应该是拽歌 后天会址 再后天阿星 然后再后天就是我 唱跳篮球 我其实我不是很喜欢 我自己不是很喜欢 就我的观点 其实是跟蒜头 跟我们队长是 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吧 我们队长 我们队长他是想 打球加入舞蹈 然后呈现一个更好的 更好的作品给大家看 但其实我的观点 其实不一样的 但是呢 我是很听我们队长的话的 我是 就是他会以这种方式 来做 这个东西 我也会跟的 但其实我自己的 你可以看我自己的账号 就不会这样子的 就会 我自己账号不要跟 就 纯球的东西 会多一点 就这样子 因为我没有那个能力去把 就编舞嘛 就编球 应该说叫编球了 这个叫 哎 哎 有好多人来讲话 嗯 三十个人 三十个人 哎 刚才不是有四十个人 怎么突然变三十个人 哎 没关系了 反正没关系了 我们 我们有人看我的直播 就 就可以了 好 哈哈 哎呀我吃 口好渴 这个就是快乐肥宅水 是吧 我们家的水都是这么大一瓶瓶的 一百三 等我去嘴巴火 别对着嘴喝 我们这个团队都是命运共同体 哪怕有一个人 得了病 那全队都得玩玩 你不要说这个 现在这个病毒了 就是 以前我们感冒都是这样子的 就有一个人感冒了 到不了几天就有第二个第三个 唱个歌吧 我唱个 我唱个 情非得已 你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喜欢唱这首歌不 因为 因为在我们之前就 公司还比较重视我们的时候 我就给我们请了那个 声乐老师来教我们唱歌 然后我是属于那种 就完全不会唱歌的人 然后他就叫我 他就叫我唱这首歌 然后我 我到现在都没把它唱好 就不会唱不好 其实那段时间我觉得还是蛮好玩的 那段时间 每次去上老师的课 然后每次人都会有一个单独出来唱歌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全体爆笑 你知道全体爆笑 果断关注 谢谢 感谢李嘉燕 同学 为什么果断 果断关注 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 果断关注 我要唱歌 我要唱歌了 来一王子 初次见你 初次见你 一双迷人的眼睛 脑海里 你的声音 会散不去 握你的放手 感觉你的温柔 真的有点透不过气 你的天真 我想珍惜 看到你受委屈 我会伤心 我不唱了 我不唱了 豆哥我超喜欢你 豆哥你 豆哥我超喜欢你 好的我也超喜欢你 我也超喜欢你 啊 不去 快去吧 啊 要下去吧 啊 去啊 你等我来给了 你好 你好 你会在那里头吗 火 要去買這個 火 你要火 我想要火 火雞品 我轉給你 2 我想 我想火的精精 我整品精精 我整品精精 我喝不喝 我喝不喝 我喝一瓶 啤酒 突然有酒喝我就開心 我是屬於那種 酒量不好我又喜歡喝酒 兩瓶下去把自己整 整暈就可以了 Pikachu 我的外賣來了 我的外賣來了 喂 師傅 喂 你在外賣上 你在移動門開到門去吧 我在二 那個二號門 我在二號門 你放到二號門門口 然後你就可以 可以走了 我下來了 就 移動 移動 移動旁邊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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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你放在那個檯子上面 那個保安室裡面 你就走吧 我自己下來拿就可以了 辛苦了 拜拜 哎 我趕緊叫他先幫我取一下 他去買 他去買 買酒去啦 我撒開我弄 這裏的橘子流 都卡住了 丟燈子 我昨天耍了打到二十幾 但是我覺得不好耍 耍那個窗關冒險模 是太無聊 打到PK超好耍 太無聊 我還充了18塊錢 買了一個 小子來的 然後 我 我 等下 我叫阿新幫我拿上來一下 這個是個養成的 天 你幫我把那個外賣拉 好嗎 倒了 你買完的時候幫我順手提 好嗎 可以喝酒 飲酒醉啊 天天 但是我 我就是喜歡 暈暈的 然後我好睡覺 不然的話 我就可能在床上 一晚上清醒 然後點個早餐吃了 吃了之後還是清醒 就太誇張了 我們 我們成都 我們成都其實 就 已經 已經 就很安全了 因為 好多天都 都沒有新增病例 只是前段時間 有一個 輸入型的一個人 被隔離了 我感覺 反正現在世界好亂 那些外國人 真的 太瘋狂了 我的酒量不好 但是我又喜歡喝 我也不知道 其實我以前就是覺得 酒那個味道 神經病這麼難喝 這些人喝著還 喝喝 喝得還那麼開心 然後現在我就 哎呀哎呀 真香 真香 現在就是 現在就是 真香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而且我喝的 我喝的還是那個啥 喝的還是那個 最難喝的一種酒 就那個禁酒 就是工人保健酒 就是那種 老年人喝增強抵抗力的 那個保健酒 就喝的是一股 有藥酒味 我喝的還是那個酒 重慶 重慶 重慶退出群寮 你走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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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慶漢匪 拜拜 早點睡告告 感謝那個財山少送的神仙編舞 謝謝 我是四川成都的 四川成都的 這成都其實蠻安全的還是 就反正 但是大家就是我看就街上的人吧 就是防範意識還是蠻高的 我們不是經常在那個 我們小區樓下面排練嗎 因為工作室都很難進去 必須要很嚴格才能進得去 我們平常方便的話 就在我們 我們小區我們住的地方 那個樓下的大廳裡面排練 然後 我們排練就沒有戴口罩 然後 然後我們進電梯 回來的時候 進電梯就沒有戴口罩 我上次遇到一個鄰居吧 就這一棟的鄰居 他就在說 哎小狗之心 你把口罩打野去嘛 要四人了呀 然後我們全部都 嗯 就被別人罵了 就覺得 成都人民的防範意識 就是蠻高的 雖然說沒有新增病例 但是大家都還是 把口罩戴得嚴嚴死死的 而且都會監督別人 這樣子我覺得蠻好的 感謝柴山少送的我想和你喝 呃不 我想和你唱 不是我想和你喝 我叫阿興去買 買酒 現在滿腦子都是酒 你剛才送一個我想和你唱 我原來你送的我想和你喝 你買了個小子啊 怎麼買的 從18塊錢買啊 我啥都買不到的 謝謝 謝謝 咦 大哥還買了幾句話 你來喝幾句話 摔鍋 幾點了 我覺得我要下播去幹正式去了 我是什麼時候播的 我是九點半播的 我十點 十點半 還有 再陪大家鬧磕 鬧半個小時 可是有點燙了 看到嗎 我問你是不是又不吃 我點了我懶周拉麵 揉假摩 我先把這個肉夾摩給吃掉 我好餓 你好一拍視頻 算了 吃播不好 吃播不好 他跟我說是 好像是 他都沒通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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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我你 就一起嘛 就一起嘛 嗯 我覺得伊麥 我喜歡喝雪花啡啤 你知道我喜歡喝什麼嗎 我給你看一下 你們可以去嘗試一下 在湖裡打廣告啊 這個 你知道這個酒有多難喝嗎 這個酒你知道有多難喝嗎 我們可以嘗試一下 敬酒雖好 可不要 攤杯哦 就是這個我 我最近超喜歡喝這個 我們一直都喝這個 因為 因為它是那個功能保健酒 就是 你運動完之後 一身痠痛 喝完這個酒之後 你第二天早上 從那個床上是直接 鯉魚打得挺彈起來的 你知道吧 就是精神抖手 不要拿出來 我不拿出來 功能保健酒 但是我覺得 你們應該都不會喜歡喝這個 希望你們有空可以來成都 等疫情結束之後 可以來成都找我喝酒 我的酒量不好 你們不要坑我就可以了 你把我喝醉了 就不好玩了 你要把我喝 白酒我也不喜歡喝 我也不喜歡喝 我每次吧 他們都知道的 就不能 不能讓我喝多了 我喝多了 我就要麼就睡覺 要麼就失蹤了 每次就 我們團隊有時候聚會啊 出去喝酒 只要喝多了 我就不見人了 就 就慢慢喝嘛 就那種我就喜歡慢慢喝 就一直暈暈 暈在那個地方 只要想睡覺倒頭就可以睡 就是這種 好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除了日语课,其他的课我一律不上 全部去练,其他的时间全部拿来练习 除了日语课,我们日语外教的老师的课 我超级喜欢他,就很尊重他 然后每一节课我都会准时到 而且我的日语成绩全班第二 还有一个同学我比不过他 因为他 因为他比较厉害是什么 他是 从小就喜欢 就喜欢动漫 然后他自己在学过 然后我比不上他 那个同学比较厉害 除了他之外就是我最好的成绩 然后我就因为我不上其他课 不上其他课,我就只学日语 因为我的目的心就很强 我来读书是干嘛的 然后我就只学日语 最后把日语学到手 结果还有挂科 然后加上我又要去外去演出 去养活自己 就跟着团队去做演出 就有的时候就 补考也没过 然后就导致我后面拿毕业证 我今年 今年才拿到毕业证 不,去年才拿到毕业证 就是 就因为挂科嘛 然后我去拿毕业证的时候 我不是发了个朋友圈 我说我今天终于毕业了 然后我的那个大学的辅导员看见了 他看见我 发了个朋友圈 他就打电话给我 他说 喂 豆子啊 你在 你回学校吗 你现在在哪里 然后他说你来 可不可以来我们班上 来我们班上一趟 然后我说你要干嘛 他说 我想让你跟我的 跟那些后辈讲一下你的大学 他把我叫回去 然后再班上演讲 你知道吧 再班上演讲 他就说 说我是非典型好学生 然后就叫我跟讲一下 要如何如何珍惜时光 要有目标 什么什么 然后我就站在那个讲台上面 跟那些日语班的同学 就跟他们讲 我以前是怎么过的大学 然后我 我也不知道我来讲什么 反正就是 讲就是让他们有自己的目标 就你知道自己应该 来这里是为了干嘛 为了学什么东西 然后你再去 但是我没有讲 就是我以前其他课我都不上 其他的什么施政课啊 或者什么 什么乱七八糟的 反正我都没去上过 我就只学那个什么 什么学日语 学我自己想学的东西 没给他们讲这一块 没有 我们老师他是觉得 我其实算一个好学生 因为 因为又懂礼貌 又讲礼貌 然后 然后 我吵 然后就是 除了就 除了上课 总是旷课之外 就没什么好 其他的什么 然后反正就 在上面讲讲讲讲讲 讲半天 讲完之后 我们老师还让学生 把那个桌子给拉开 让我表演花式篮球 我就绝了 也正是因为 那次吧 然后 我 我那个徒弟 不知道你们知道 那个福豆 就是我们学校的嘛 他就是因为 这一次 然后我看到了花式篮球 然后来找我学 反正觉得蛮有意思的 反正 我说的这些东西吧 就是说 一个人如果你有目标的话 你是不会差的 就是 你有目标 你有行动力 你知道自己该干嘛 你是 你去到哪里 都不会差的 你不要说成都了 你就说的 你考的一个很 很偏的地方 然后 只要他这个学校 就 基本的那些 能够学到的东西 你都是 只要你自己 有目标 你都是可以学得出来的 我觉得 就是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自身是最重要的 不管你在哪个地方 在什么时候 自身都是最重要的 就自身最重要的 周遭的环境吧 我觉得 对于一个强大的人的话 它是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 而且我觉得我当时考的那个学校 就是一个专科嘛 就是一个专科学校 就是单招进去考的 好像现在变成二本了 好像今年变成二本了 分数要考到五百二还是多少 才能进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我那个学校就 它是专科 然后我当时是单招进的嘛 但是它收分不知道为什么蛮高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被有一个外号叫做西南女子大学 因为因为里面70%都是女生 我们当时那个日语班 所有的男生就加我就五个还是六个 其他的全是小姐姐 全是全是女生 你平时要练运球吗 你看我的视频嘛 你看我的视频 那个江豆那个账号那个视频 运球的话 怎么说呢 只能说我没有专门去训练 但是我们对球的掌控性特别好 就控制力特别强 就你那些过 就我看很多警级啊 那些教学 叫实战篮球 打球的那些教学 那些过程的那些动作 其实我都能做得出来 你给我看一遍 我马上就能做得出来 只是说在球场上运用 可能不会有他们那么厉害 但是我能做得出动作 就是我们主要厉害的地方 就是对球的掌控性 运球的东西 我们都不需要怎么练 就你那些被运啊 跨下啊 各种 就张手就来的 真的是张手就来 不是打击你嘛 不是打击 打击那你们就是 打实战的那些同学 就觉得云球好 就是 怎么怎么样 其实我们真的是下了很多功夫的 就是你难以 就是你难以想象的时间 在画面上面在练习这些东西 我以前最最 那个时候目标最强 更最强一天练一天练一天晚 一个通宵 你想象一下嘛 就对球的控制力比较强 但是在球场上的话 但是在球场上可能也一般 最多就是一般 帮队友传个球啊 这还还可以 就可能过人也可能也不是特别 因为我们缺乏就是实战上的对抗 就实战上的运用 但是控球是好 控球是好是好 但是就没有特别去练过 就怎么样去过人那些节奏啊 掌握控球的节奏 这些过人的节奏 这些都没有怎么练过 但是只是动作我们做得出来 就只是这个程度而已 就是这个程度而已 球性这个东西我们 这一点是可以保证的 所有玩花式篮球的人 球性都很好 球性都很好 我也有很多就是 结合运球的花式篮球动作 你可以看我才发的那个视频嘛 就有一个运球的花式篮球动作 就备运 胯下 各种其实都很简单 对我来说都很简单 很简单 只是说在 如果真的打球的话 在实战上的运用 可能不会像你们那么灵活 因为我们平常没有 很少有时间去打球 很少有时间去打球 但是会打 就帮你们传传球 过人的那些节奏 我掌控的那些节奏 可能就不会去练这些东西 只是说做得出动作而已 就仅此而已 但是打的话还是能打 因为以前我也是打篮球的 我以前读高中的时候也是打篮球的 但是因为受了一次很严重的伤 然后就我们就 对球场有阴影了你知道吧 我每次跳起来的时候 我总感觉我的脚要崴到 我之前陪他们去打球 我看他们在那个篮板 抢篮板的时候 我就脚就一直在痛 就是来自记忆深处的东西在痛 所以我其实很少打球 但是我也会打 打还是可以打 但是很少有那个机会去打 就我看很多有那些抖音上不是那些打球的头盔哥 你们知道头盔哥吗 头盔哥你们认识吗 头盔哥就跟我们其实蛮熟的 之前我们世界花式兰就大赛他还在现场 他就跟我们挺熟的 头盔哥跟我们挺熟的 他的很多动作都是来源于花式兰球 我这样跟你说吧 就头盔哥他的球场上秀的那些很多动作 有一些比较夸张的动作都是来自于花式兰球 你看他的球性就好 因为他就是花过时间功夫去练的 你不要去喷那些就花里扶哨运球那些 那些人控球控到那种程度 他付出的时间一定比你多 真的 他的控球能达到那种程度 是 我们先进去元素兰球 这有一定的就是 他有一定的帮助 他在玩的 我先进去元素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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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度的兰球 我先进去元素兰球 我先进去元素兰球 因为这种文化不一样 如果在中国的话 没有人会愿意 接受这种东西 你想你在球场那边打 别人拿着球砸你 你肯定会跟他打架的 这种文化差异不一样 所以说街球在中国不是特别 以前火过 曾经有段时间火过 后面也慢慢就没有了 然后花式篮球跟街球 是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概念的东西 花式篮球 它应该被归类在 艺术舞蹈 舞蹈艺术这一块里面 就跟跳舞是一样的 它不应该被归类为竞技运动 它应该是舞蹈艺术这一块 因为它有表达 有跟音乐 有表达 有自己的表达 这些东西在里面 它就不算是一个竞技运动了 你知道吧 虽然也有比赛 比赛也是比 比的东西也不一样 也不是比谁得分 那这些东西 它这个起源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 那个球场里面打球要给钱 很多人吧 就没有钱 然后就只能在那个球场外面 玩 玩一些手上的动作 赚个球啊 玩一些手上的动作 因为没有球 进不去 然后渐渐渐渐的 大家觉得 诶 这样子好像蛮好玩的 这样滚过来 手上滚来滚去 然后就一 慢慢慢慢的开发开发 演变演变 到后面就演变成现在这样子 要跟音乐 比谁的难度大 比谁的流畅好 比谁的flow更流畅 这一系列东西就变成这样子 当然到现在为止 在中国还是很小 很小众的一个东西 很小众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这个账号 为什么要出这样的内容呢 就是为了普及 推广这个文化 因为我们归根到底 回到我们最初走这条路的时候 都是因为热爱这一个原因 热爱这个东西 所以说我们到后面 做的所有事都会 以它为那个 出发点 就是为了推广 让更多人知道的东西 当然蔡徐坤 这个事出的真的 就蛮尴尬的 就会让别人 但是呢我们觉得吧 只要自己做好 把这东西做好 让别人 自己的东西硬的话 别人是不会有什么闲话说的 我不是这样觉得 拿着球跳舞 他们拿着球跳舞 但是如果你跳得真的很好 让别人没话说 让那些专业的 那些学舞蹈的人都觉得 屌 那我觉得也OK的 其实就这样子 而且谁说 这个东西就是坏的呢 它为什么就是坏的呢 这也是一个 就是表达 热爱的方式 而且我觉得 花式篮球手付出的东西 真的太多了 真的 国内那些 就玩花球的那些人 真的 他付出的东西真的太多了 很多很多人都是 在那个街边路灯下面 深夜一个人练练练练 练他个几个小时 每天都是这样子 很孤独的一个状态下 一直练一直磨 一直练练自己的动作 希望练出自己的招牌 练出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技能 独一无二的动作 代表性的东西 让别人一看这个动作 就知道想得起自己 就很多球手都是这样子 这样一个追求在练 而且又很难得到认可 又很难被所有人所熟知 其实他们付出的东西很多 很心酸的 真的很心酸的 但是所以说 正是因为这种东西 其实有人喷吧 我觉得也无所谓 有人喷这个东西 我觉得也无所谓 你喷 至少可以让更多人 看到这个东西 我总有一天会让他就是让所有人认可 就是这样子一个道理 其实蔡鱼坤的话 我如果换成蔡鱼坤 我觉得好事 我觉得好事 喷我就喷我 我大不了以后就更努力把我调好一点 就把自己东西做得更好 就这样子 就很简单的 球性这东西 对打篮球的人 你就看他运球就知道 你传一个球给他 他们接球的那一瞬间 你就知道这个人 就是他是什么样的水平 就一眼就看得出的 他有没有花过时间练习 有没有下过功夫 球是不会说谎的 他拿到手上 他会表 他呈现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样子 他就是个什么样子的样子 这东西是不会骗人的 有没有真功夫 有没有下过 花过时间苦练过 就一眼就看得出了 就一眼就看得出了 诶 十一点十分 大家还是早点睡觉 我十一点半下播 我就吃慢慢了 我的饭 我面都快凉了 不行 我要先吃 我直接把它先吃掉 我感觉 我感觉它要凉了 不好意思啊各位 我要当个吃播 哦 我点的是刀削面 好像 那个我当个吃播 没什么关系吧 说到我有点饿 肉夹馍 拜拜 米苏拜拜 你们想睡觉的 就早点睡觉 不要熬夜 哎呀 感谢这个财山少送的 送的礼物 怎么了 今天好多人我都不也熟 好多人我都不眼熟 我是剛來的 那你點個關注唄 那你點個關注唄 太好吃了這個 這個餅 我操 我操 好的謝謝關注 謝謝關注 我們可能後天吧 後天後天就更新作品了 怎麼沒有音樂了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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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謝謝喵喵送的正能量 我喜歡王家爾這首歌 送主好想吃 真的蠻好吃的真的好香喔 不知道是因為我是餓了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好好吃喔 晚安晚安 掰掰 早點睡覺 你們你們就早點睡覺不要學我好夜 好夜就變醜 就裝起來 我再播一會我也下播了 星期四我看現在星期一 剛回來見到有人說喝酒 喝 怎麼每次我要下播的時候人是最多的呢 每次我要下播然後人就多起來了 最近我也歌歡了你們有沒有什麼好聽的歌啊 我感覺音樂在生活裡面還是蠻重要的 你聽見一首好的歌 就可以讓你變得好起來 我已經好久沒有靜下心來聽過一首兩首歌了 而且我的聽歌就可能比較奇怪 我喜歡聽那個《中島美雪》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人知道這個日本的歌手 我以前就最開始學日語就高中的時候 高三我十八十九歲就特別喜歡聽那個歌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這個世界上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女人啊 就她年齡也蠻大的吧 反正就大家都喜歡愛稱叫她老太婆 而且你們聽過很多很多就是那些火的那些歌 就是很老的那些歌都是翻唱她的歌 就是她的原版的話會很好聽 就這個人吧就極霸氣然後又可愛 然後又又深情又俏皮 反正就好多好多種很奇怪的性格混雜在一起 形成了這樣一個人我覺得 我覺得特別有魅力我也不知道 對我也想成為她這樣的人 但是我每次練球的時候我如果放這首歌 我作為的隊友都會噴我 你放啥子歌滑鼠 然後我也放 我爛下滑鼠 每次我放她的歌他們都會說 你神經病吧你聽哲夢歌 沒辦法 而且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明明那麼好聽 為什麼他們會覺得那麼難聽 我也不知道 而且我覺得吧 就你看你微信朋友圈那些 天天發照片秀秀各種秀的那些人 我覺得看不出她是個什麼樣的人 但是如果你看她的歌單的話 然後分享的那些東西聽的那些歌 我覺得才可以就更多去抓住這個人 你們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嗯 嗯 這個餅真的太好吃了 蘭州拉麵他們家的那個肉夾膜 我覺得真的很蠻好吃的 不知道是不是我猜是特別餓 你們可以去收一下 哎最熟悉的一首歌嗎 那個 最初的夢想 最初的夢想 你們都 都聽過吧 最初的夢想 原版就是她的 原版就是她的 就是她她她她唱的那個 我覺得 跟跟那個最初的夢想的話 最初的夢想這首歌就是原版就是她 就是日語版就是叫做 奇在銀色龍背上 我給大家放一下 嗯 騎在銀色龍背上 就原版的她的歌詞 她的意境 都遠遠 就很宏大 很宏大 跟 就跟那個最初的夢想 我覺得完全就不在一個檔 檔次上面 真的 原版真的太好聽了 我覺得 嗯 而且主要 主要 最主要為什麼我喜歡聽她的歌 可能是我 學日語也有個原因吧 就我其實以前 有的時候上不了課 我就經常在日語歌裡面 就學習 嗯 我就經常在聽日語歌 然後學習 聽了最多的 哎 有誰跟我連線呢 哎 哎 你今天你瘋嗎 你好 看了我不好說 看了我不好說 好好好 我就看一下你 啥意思嗎你 你啥意思嗎 我就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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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啥意思嗎 一看了我你就 咋是你呢 你啥意思嗎 哈哈 我沒有沒有沒有 我看了這麼帥小哥哥 我覺得 哈哈哈哈 他臉了我好像這樣子 你要咋說嗎 哈哈 哈哈哈哈 我我還摘過 你直播 你不不不不 我先走了 我就是看 我現在我先看 我就看一下你們 就是 哎 我還是會 我還是會 我還是 蒜頭關嘴嗎 我還是蒜頭會關注你啊 你問我們是朋友啊 不然他為啥是怪我呢 你給我不是朋友是嗎 是啊 但是你也沒有關注我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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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曉得你耍這個 我都不曉得你要耍耍耳音 好強啊 耍耳音 真的嗎 你是不知道你們兩個去可以吧嗎 我 你有那邊好多個人嗎 我這邊不太好人 我這邊人太少了 因為 因為我長得 我這邊只有 因為我不知道受歡迎 你知道不 我在我們團裡面不知道受歡迎 看我人比較少 但是我覺得收拾你應該是收拾的過來 你什麼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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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收拾我收拾過來 你 好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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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三 那個我給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 這個人是那個 成都的 成都的商演王 他怎麼給我掛了 這個人是那個 成都的商演王 就是 就是 也是跳舞的一個 一個朋友 就是他們經常 一起出去 會演出的時候 會碰面 你走了 我就走遠了 啥子呢 你說啥子呢 沒有 沒有啥子 哇 天啊 你是不是要跟我兩個 你是不是要跟我兩個大一把 好疼 好疼 香豆你晚飯就吃這個 沒有 我還沒有吃的 我點了碗子 我點了碗子 沒有吃 你那邊是不是可以 你都吃到這邊 每次 每次一打架 我的那個小尾巴 就 就開始激動了 他就要開始 他就開始激動了 你不能讓我慢慢玩 我給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 這個美女是那個 成都商演王 就 就我們經常一起演出 會碰面 以前 以前 以前會碰面 現在碰不了了 因為現在 現在我們已經是 這個level了 我們也是 我們也是 好不好 換一遍了 什麼意思 我們也是成都 你們水叮噹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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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哈哈 吃蒜頭關著 糟糕 糟糕 不得了 我給你打完這吧 我要 我要 我要睡覺了 我要喝酒 我 我要吃東西了 好好好 又把這個刷都用來 你們 你們屋裡都在刷嗎 刷啊 不能刷嗎 你們都在刷 我們不能刷 你們第一來 我還進去一團 好的 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這個是 跟我們 實力不相上下的一個 成都女團 叫做水叮噹 你這樣講出來 別人會覺得 成都 成都一說起 男團 女團 男團就是成都F3 女團就是這個水叮噹 大家可以去關注一下 看一下他們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們 他們跳的舞 有沒有我們跳的好 嗯 天咧 這個樣子講真的是 我可以講吧 你打我 隨便打 因為我 因為我 因為我這裡都沒有人 我只有一個小姐姐在 唉 衝得上 衝得上鈴鐺嗎 我嚇得了 我嚇得了 傻子 阿鑫 我覺得你不要這樣說話 阿鑫 誰都知道 人家水叮噹是那個 成都商園圈的一把 你幹嘛 說別人 說別人 想叮噹 誰在想 蒜頭的徒弟 你敢怎麼著 不敢 不敢 所以只有你一個人嗎 沒有啊 他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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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飯 我的那個 我的 我的愛人走掉了 他已經走掉了 他已經走掉了 我 那你們最近在搞什麼 你們最近你們在死嗎 你們最近你們在死嗎 嗯 我還沒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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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表哥 老表哥 阿鑫 你吃了 做飯了 我還沒吃 沒吃嗎 你的這個牌子是金色的咧 你看到沒有 蛤 沒什麼 我在跟我這邊的人講 好牛屁喔 飄進來是金色 金色嗎 就是大哥大嗎 你就要把他盤好一點 金色是我的大哥大吧 應該是 就是他在我這邊等級高 所以他是金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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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嗯 我小魚你跑跑 歡迎對面的苗苗 歡迎七星多哥 對面是吃播 沒有啊他們就 隨著我吃播 我們這邊的一個小 我小魚泡 哇啊 我的九恩 哈 不得鳥不得鳥 不得鳥 你看小星星 你是你是準備那個什麼 你不得鳥 涼涼 熟了熟了下次見面親自吧 啊就是啊你熟了咧 你親啊 啊我就熟了 對啊你熟了 好 好下次見面親自東西 我要熟了 拜拜了 我要吃東西了 我吃中獎錯定了 好 拜拜 下次聽我吃 拜拜 好了我今天就不跟大家 不跟大家 披鬆痠了 我們就睡覺覺了 哎呦 哎呦 感謝剛才所有送禮物的小可愛們 感謝剛才所有送禮物的小可愛們 謝謝 我就要拜拜啦 祝你們生活愉快 每天睡覺就好香 吃飯飯香 幹嘛就香 拜拜 拜拜我的面 我的面都要 都要糊 都沒有 都要糊了 真的嗎 是的 對 那 雞